大家好,我是阿多佛 现在是在武昌站 我们最近在这个武汉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今天呢,我们就要离开武汉 然后去下一个地方 现在是早上是四点半不到五点 我们要在这里去 从火车去赶往下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开始去进站 它这个武昌站呢还挺大的 不知不觉的已经在这个武汉 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武汉可逛的地方呢还有很多 这里的美食也特别多 可是呢,这旅行还要继续前往 我们现在去前往这个湖北的其他城市 这武汉呢,我们是有机会还会再过来的 我们现在去赶往二楼的后车室 这是它一楼的样子 我们现在去赶往二楼 这个火车呢非常大 这是它二楼的一个样子 呃,现在它这个武昌火车 因为是一个大站嘛 它所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 它现在呢,是应该已经开始检票 我们先走快一些 现在我在这里开始准备这个检票 还没开始检票 还有这个半个多小时 它这个武汉站,这个火车呢 它所停留时间也是半个多小时 它的开车点是5点25 现在还不到5点 应该也快了,开始检票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呢 它这个二楼呢,一共是有这个8个检票口 现在工作人员已经过来了 应该是准备开始检票 我们在这里刷CV准开始进入 我们现在已经刷CV准开始进来了 我是站二号站台 我们现在开始找站台 哇,它上面通道呢非常大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下面 现在呢是火车引来了 我们开始去找我们的车厢 等一下呢,我们乘上火车 等火车开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离开这座城市 我们去前往西亚的地方 也就是湖北的隋州 也非常近 然后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湖北之旅 它这个车呢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是在凌晨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往来的这个乘客 现在我们是已经上了车 开始找一下我们的座位 它这一节车厢的少人并不多 它在两边的车厢 我看到还有很多的人 现在呢是已经开了火车 我们正在去前往下一个地方 现在呢是天也亮了起来 现在呢是马上就要到达这个隋州站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下车 我们现在是已经下了火车 开始找这个出站口 它这个后站台呢 还挺大的挺宽阔的 我现在是已经出了站台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水中站的广场上 我们在这里呢是看到了一个雕塑 它这个呢就是在正后一幕中 所出土的一个 鹿角鹤立的一个铜像 它这件维翁的原品呢 就是在这个湖北博物馆 也是一件国宝 非常难得 它是鹿和鹤相结合的一个瑞兽 这个呢就是水中火车站 还是非常大非常气派啊 我们来这个水中呢也是要去 它的这个博物馆和它这个 正后一幕去看一看 这正后一幕它所出的 维翁的非常多 有很多的国宝 都是在这个湖北博物馆 而它这个墓呢就是在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隋州 我们要去实地去看一看 这个战国大墓 那里呢是进站口 那里呢是塑表厅 那里呢就是出站口 我们就是从那里所出来 刚才下来的人呢非常多 这一转眼呢他就是 去了其他地方 这因为在我两侧呢在这个 雕像两侧 它有两个出口 一侧呢是这个公交车 一侧呢就是这个速度车 我们是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来到了这个隋州 那现在呢我们开始去隋州转转 去看一看这个 最后一的大墓 然后我们也在这里呢 继续我们的湖北之旅 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 下个地方见 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再见